在此紧急时刻 高盛和摩根大通也同时拉响警报 随着美债收益率飙升引爆的一种 急剧冲动负反馈循环的金融风险正在增加 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与十年期实际利率之间的差异 接近近20年来的最大水平 质量大华尔街机构均指出 如果利率继续以往的方式上升 美国将会发生金融灾难 某些事情将会破裂 这将导致美联储走向另一个方向 随着利率攀升 美国国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因为美国的利息支出 正在以天文数字版的速度上升 而且注定会爆炸 紧接着高盛最终承认 美国财政将出现不可持续的恐怖场景 警告美国财政利息成本将爆炸性增加 美国金融环境正在急剧收紧 高盛表示长期利率急剧上升 加上赤字扩大和国会财政分歧加剧 再次引发人们对利息成本上升的 可持续凶质疑 美国的财政局正迅速接近核爆的边缘 部分原因是联邦债务飙升 比如就在10月3日这一天之内 就跃升了2750亿美元 达到创纪录的33.44万亿美元 并在最近一个月内疯狂地增长了1万多亿之多 稍早前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债务预测表明 到2030年 美国债务将达到50万亿美元 然后成指数级增长 直到美元和美国国债最终崩溃 因为美国面临着债务激增 巨额赤字和联邦收入下降的三重困境 美联储为对抗通胀 继续缩减资产负债表 和美国财政部新债券发行规模上升至万亿美元 也将给美国国债带来压力 更高利率将增加美国的融资成本 使高额赤字进一步恶化 同时也会将银行业可能的动荡埋下隐患 银行准备金面临进一步流失风险后 又会加剧美国企业债务违约现象 市场指标表明 未来五年美国债务违约的概率为每年1% 略高于2011年和2013年债务上限危机期间的概率 紧接着美国银行分析师指出 到2024年第一季度 美联储政策利率十年期准备金美债收益率 都有可能升至5.5%的上方 这表明美债存在继续被大幅抛售的预期 流动性减少 波动性增加 处于广泛的轻散模式 这里要说明一下债券收益率与价格成反比 收益率上升代表抛售量大于购买量 被投资者远离 而这背后的主导力量是作为美债 70级别的最大买家日本 正在为美债的历史性抛售做出贡献 比如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表示 日本市场目前正在抛售美债 并可能会推迟购买美债 但现在美联储还几乎没有显示出 从其鹰派加息立场上明确推缩的迹象 这将给日本央行捍卫日元和坚定其日债 收益率区间控制政策 带来更大的压力 10月4日以来 美元对日元继续走强 保持在149日元至150日元区间 跌破去年9月时的干预水平 日元对美元创下去年10月以来新低 接近24年以来的低点 再次背景下 高盛的宏观策略师估计 美元可能还会上涨8%左右 使得日元跌至155附近 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而自去年3月以来 日元对美元已经贬值了近28% 这将给日本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抛压 正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 一直神秘买盘力量出手 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动作 仅用了不到三秒 就将日元拉升至147元一线 短线飙升2% 日本10年期利率交换更是高达1% 触及日本央行的有效利率上限 市场猜测 拥有如此巨大力量的 只能日本财务省出手干预 这种转向的冲击将推动资金 从美债市场流回日本国内 加速美债美股的抛售 这相当于日本再次突然 对美国金融系统发起一场 珍珠港式的袭击事件 以此来震慑美元 尽管日本财务省最高外汇事务负责人 在4日上午表示 对日本是否干预了日元汇率 不予置评 紧接着 日本财务大臣重申 最近日元大幅度波动是不可取的 如果日元拮据且单方面的走势持续下去 我们将做出各种努力 会随时果断干预市场 以免在外汇干预中面临限制 我们将继续维持现有的立场 来应对过度的汇率波动 并补充说 日本不会排除任何有关外汇的选择 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 应对汇率 据日本财务省10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抛售美债置换美元 以购入日元的力度非常猛烈 使得日本9月份外储至少减少360亿美元 至1.22万亿美元 创有记录以来单月减少量的最大值 且为连续两个月下降 数据显示 日本央行在去年9月22日和10月2日 也进行过类似的袭击美国金融珍珠港的举措 当时通过两次干预 就消耗了5.8万亿日元的美债 据日本财务省历次公布的数据统计发现 自去年3月 美国开启加息以来至10月4日 除了日本央行外还包括日本的养老基金 几家日本的几大银行基金等在内的 日本官方机构已经持续 净抛售了高达2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创下2005年以来最长连续抛售记录 日本央行此前几次干预的行情数据表明 日元只是出现短暂的回升 效果并不明显 很快就掉头向下 这表明日本央行存在对日元贬值 失去控制的可能 届时每一次干预 都会使美国收益率大幅上涨 另一方面 日本央行的货币正常化也是在必行 目前日本是唯一一个 仍维持负利率的经济体 负利率吸引外资增持日本债券 但如果日本历史性的终结负利率政策 这可能会加剧日本债券的抛售 摩根大通进一步表示 日本一旦调整货币政策 对美国金融市场将引发不可估量的矩阵 这将会推动十年期 美债基准收益率持续上升100个基点 引爆美债核弹 这表明日本央行为捍卫日本国债 收益率上限和日元 使得积极清算美债的趋势 还将会持续 如果日元持续贬值突破150关键水平 日本银行除了抛售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中的 1355亿美元的存款外 还会至少抛售9000亿美元的美债作为捍卫手段 如果日本国债收益率和通胀出现持续飙升的预期 日本甚至存在清仓美债可能 美联储公布的数据也在印证这个趋势 据美联储10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1日的10周内 全球央行共抛售1368亿美元美债 仅在过去的两周 他们就抛售了430亿 且为去年3月以来最大的月度抛售规模 使得全球央行累计美债持有量下降至2.56万亿 按美国前财长萨莫斯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就是 如今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 看起来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出现的风险惊人的相似 美联储更慢更久更高的货币紧缩政策 正在朝美国债务经济火药桶里扔金融核弹 美国金融市场和债务危机的核弹或将被正式引爆 雪上加霜的是 尽管美国联邦短暂的获得45天的延期授权资金 避免关门停摆 但是截至10月4日 美国债务总额已经突破33万亿美元 占GDP之比高达124% 这一使得利息支出占美国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超过35% 话句话说 美国联邦已经支付了利息支出税款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意味着即使美国财政部能平衡其预算 是收入涵盖减去利息支付的所有支出 但仍将面临2万亿美元的年度赤字 这表明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即将用尽 这在最大的买家日本不再继续为美债买单的情况下 正如高盛和摩根塔同所警告的那样 将美国国债推至财政悬崖 甚至美国联邦会可能在今年12月再次出现关门危机 对此 资深华尔街预言家彼得西夫在10月4日表示 现在美联储无论做什么都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但不会驯服通胀 随着美国股市和债市被市场抛售 美国现代市场风险激升 及经济衰退预期增强的背景下 华尔街正在等待美联储服软投降 问题是美联储能坚持多久 紧接着 华尔街金融大鳄吉姆罗杰斯亦表示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 印钞和债务无处不在 美国实际债务总数几乎是美国财政部公开承认金额的7倍 规模接近200万亿 债务问题预发严重 目前美国的债务问题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提高发债规模 就可以解决 在该美国夜晚富翁看来 美国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内暴已经无可避免 因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债务违约风险 除非美国能真正做到 不再指责金迷并停止大举借债 否则美国的债务经济最重要付出代价 而美国的债务经济付出代价的时机 则掌握在全球美债的买家们手中 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在高利率低增长及高债务这套组合下 美联储的政策针对自己的经济和挽回自身禁语 而不考虑一出效应时 很可能透支美债的信贷 强势美元指数周期最终将会反噬美国经济和美债自身 对于美国的债务经济